你知道吗,就在最近的前几天,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,因为一个爱国的话题,而被无数的网友们,纷纷把他吐槽了起来。 看过相关报道的网友们,估计都已经了解了,在他的那则视频中,当时在留言区的下面,直接被吐槽沦陷了,甚至连那个视频,后来都被删除掉了。 但网友们的质疑,仍然不断地,依旧在网络上,纷纷吐槽和质疑了他。 然而到了最近,就关于那件事情,在张学友的个人方面,终于站出来发声了,首次回应了那件事情。 今天就来看看,张学友在回应中,都说了些什么吧。 情况可能大家都知道了,就在7月3号的那天晚上,张学友在网络上,发表了一条最新动态。 他在自己的动态中,特意打上了回应声明的几个字,并表示了自己,无法理解网友们的指责。 在他的声明当中,他的第一句话,就是专门说明了,自己是一个爱国家,以及爱香港的中国人。 随后在正文的下面,又抒发了一大段,关于爱国的语句来,证明他的爱国情怀。 当他的这条动态,在网络上分享出来后,许多的网友们,纷纷表示了支持他,以及称赞他。 其实了解他的人,都知道,这位张学友,确实是位爱国的艺人。 因为张学友,他曾不止一次地,在公开的场合中,抒发过自己的爱国情怀。 比如有一次,他在内地的一个采访中,当着镜头的面前,说过这样的一段话。 他说到了,本世纪最大的奇迹,就是我们的国家,让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,都纷纷走向了脱贫,而让我们的国家,步入了小康的生活水平。 他对于这样的成就,感到了无比的骄傲。 当时他的这段话,被曝光出来后,还获得了无数粉丝们,对他纷纷发表称赞。 然后不仅如此,一位忠实的粉丝,还曾在网络的上面,发表过这么一段话,揭露了张学友,在私下做过的公益。 他在动态中说到了,在1991年的大洪水中,张学友帮大陆集资,以及2008年时,他又向汶川当地,捐款了500万元,还有武汉疫情时,他又捐款了5000万。 从该位网友的透露中,都能看出了张学友,一直默默做着公益,却不曾公开出来。 而除了这些外,在2020年的10月份,一个官方的媒体账号,还曾爆料过张学友,与其他的多位明星艺人,甚至一些富商们,捐助了大量的资金,帮助基层的电影人,度过了当时的难关。 在那条爆料中能看到了,张学友与其他几位天王,每人都捐了100万港币,专门帮助那些基层的电影人。 所以能够看出了,张学友在这些年当中,他一直做着爱国的行动,只是没有公开出来而已。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,就因为他的那段视频,当中没有说到祖国的字眼,而被不少的网友们,质疑了他的个人立场。 但到了如今,当这些信息曝光了,以及被分享到网络后,相信不少的人,对于张学友的态度,已经有了相应的评判。 最后,对于张学友的这件事情,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?欢迎把你的想法,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是带了,这是没办法。 我的队长,我可以禁止在队子,他们被你所驱动。 在网友! 败人公开,败人公开,败人公开。 轻金不厉害!